通常我会用哪一个呢 会用这个value 这value里面呢会有一个test 透过这个test 里面呢去做那一个 做判断 如果他里面的value是ward 那我就 就比对的话里面如果是ward这个字的话那就是 给他是ward的那个panel 那反之的话其他比如说还有什么value value还有这个aspnet 或者是dream 那另外除了说用那个什么呢 这个value去判断之外还可以用什么用index去判断 因为这边有index 012 那你也可以用index来做判断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程式怎么撰写 首先的话在上面点两下 他自动产生一个 这个事件这个事件的话那是什么呢 是slate index Change 就是当什么呢index 有没有编号吗012如果改变的时候呢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那这里的话我判断是那判断的话有三种 可能性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前面交过的if什么呢 三种条件你可以先把它打出来 它的结构 如果 第1种结构 第2种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第2种以后的话呢就是elseif 然后后面的话也会有个判断 所以会有个小刮壶 后面的话有个大刮壶 你可以先把它的那个结构打出来 那第3种就反之嘛 反之的话后面就不用判断所以不用小刮壶 就一个大刮壶 去做什么事情 OK 你可以先把这个结构先把它打出来 打出来之后的话呢 第1种状况 那判断是什么呢 判断就是说 当点下去的时候 它的value是wall的话 那 表示说它是第1个 所以panel 显示第1个其他都把它 disable 把它 disable 掉 所以呢我们判断 然后说它是不是 你可以 第1个就是说 利用那个jodan list1 它的什么哪个属性呢 它里面呢你把它 点下点之后的话 它里面有个属性叫select value 你可以看到没有你打一个s 里面就跳到这个select value 那select value意思是说 你现在点选的那个 那个项目的 词是什么 如果它的词等于什么 等于word 所以这里的话呢我敢打一个word 特别注意一下大小写 这个word 如果是这个纸里面是word的话 那我要必须怎么样呢 把那个panel做切换 切换的方式你要记得 这个panel叫什么名称 叫做 这个 叫做pan panword 其实有时候 假如说比较小的案子 没有很复杂 都 对